今天是2022年6月20日 也是鎮宇高铁全线贯通运营的日子 我现在正在万州北开往乌山的列车上 鎮宇高铁也将结束三峡库区多地不同高铁的历史 今天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段旅程 列车现在行驶在鎮宇高铁的向万段 这段新建的铁路时速设计在350左右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311左右 这一站沿线山高谷深 线路桥碎比高达98% 有92%的旅程都在隧道中穿行 今天坐了重庆鎮宇高铁第一次首发列车 我感觉真的是中国速度太快了 然后上面的环境呢 包括服务人员都很好 这次铁路开通以后 希望所有的万家的朋友 到我们乌山来旅游 来乌山做客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55分 我们仅仅用了40多分钟的时间 就从重庆万州北站 抵达到了乌山站 这也是鎮宇高铁在重庆新建的 三个站的其中之一 以往我们从重庆到乌山 坐大巴需要六七个小时的时间 那现在坐高铁只需要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而且体验感非常的舒适 非常的平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